一个齐寻老人将女孩吊在半空中 他抄起一把剪刀 熟练地剪开了女孩的裤子 女孩拼命挣扎 但老人并不为所动 紧接着老人又从冰箱里拿出了一杯牛奶进行加热 他将加热完的牛奶用吸管抽出 里面竟然还漂浮着几根发丝 随后老人朝女孩缓缓走去 女孩面露惊恐 这一刻他才真正地感觉到了恐惧 女孩究竟做错了什么 才让老头这么惨无人道地对待他呢 原来女孩名叫丽莎 身份是一名小偷 她跟搭档大山还有阿伟 能在12秒内轻松入侵一座豪宅 这一天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目标 房屋的主人是个失明的退伍兵 她的女人在一年前被人开车撞死 造势者给了她一大笔赔偿金 这笔巨款让三个人心动了 他们决定干完这一票就金盆洗手 夜晚三人来到老人的住所 丽莎从侧面的窗户翻入 她找到屋内的警报器并将它关闭 随后丽莎打开房门 将其他两个人也放了进来 三个人小心脱掉鞋子 保险箱的位置 大山则来到老头的卧室 她拿出瓶子刚要释放催眠气体 突然老头竟然坐了起来 大山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她以为老头发现了自己 可谁知老头只是起床关掉电视 见老头重新躺下 大山赶紧释放了催眠气体 眼见老头应该是被迷晕 大山开始毫无顾忌地跟两人说话 这时一处上锁的房门 吸引了三个人的注意 丽莎怀疑钱就在里面 大山赶紧拿出撬棍 可不管她怎么用力撬 无奈大山只能掏出手枪 可这下阿伟不同意了 持枪盗窃的话性质就变了 老头可以合法地反杀他们 但大山并没有听劝 她还是开枪打掉了门锁 阿伟眼看劝不动两人 只能选择独自离开 可就在大山刚打开门的时候 老头竟然出现了 两名小偷进屋行窃 却当场被盲人老头发现 大山急忙解释 称自己喝醉了不小心闯了进来 可老头却踩到了掉落的锁扣 大山也不再掩饰 她命令老头不要轻举妄动 但老头还是继续向前摸索 突然老头一下抓住大山 凭起多年的特种兵生涯 老头在格斗方面还是占据着优势 眼看老头已经夺过手枪 丽莎被吓得更是不敢乱动 但在大山苦苦的求饶下 老头还是松开了手 突然 丽莎被吓得不敢出声 她急忙躲进一旁的衣柜里 此时外面的阿伟也听到了枪声 她寻着声音找来 却差点跟老头打了个照面 她追上前查看 发现老头正在给房门上锁 最后老头来到了衣柜 原来老头的钱都藏在这里 这一过程全被丽莎看到 这时阿伟也走了进来 她想带丽莎赶紧离开 可丽莎却拦住了她 只见丽莎按照老头输入的密码 成功打开了保险箱 里面竟然有整整一百万 两个人拿上钱刚准备离开 却迎面碰上了老头 原来老头是出来处理尸体的 两个人慢慢向后退去 只听嘎吱一声 年久失修的地板发出了响声 老头放下尸体 开始仔细聆听 突然 手机铃声打消了老头的顾虑 他又接着开始处理尸体 前面的门被锁了 两个人决定通过地下室逃出去 可这时 老头突然闻到了一股恶臭味 他蹲下身慢慢搜索 竟然有两双鞋子 他拿起一双仔细一闻 是女人的味道 看来劫匪不止一个 这边两个人在地下室 发现了惊人的一幕 老头竟然还在这里 囚禁了一个女人 丽莎想帮帮女人 但阿伟觉得别多管闲事 赶紧走为上策 女人见状 赶紧拿出一张报纸 丽莎走过去一看 原来这个女人 正是撞死老头女儿的造势司机 来不及多问 两个人赶紧给女人松绑 他们准备带女人一起逃离这里 但这时 老头却赶来了 这个女人被失明老头囚接了三百多天 幸运的是阿伟跟丽莎发现了她 两个人给她解开绳索 三个人一路逃命 他们终于找到了地下室的出口 可就在阿伟打开门的瞬间 她一枪打伤了阿伟 接着又开了一枪 女人不幸重担身亡 随后老头走了进来 她发现死的人是女人后 开始抱着她一顿痛哭 看来这个女人对她也是很重要 愤怒的老头重新上了门锁 接着又关闭了电闸 黑暗的环境对老头来说再正常不过 可对阿伟和丽莎来说 却是寸步难行 阿伟不小心发出了声响 被老头一把抓住脖子 幸运的是手枪里没子弹了 阿伟趁机推倒货架 带着丽莎逃了出去 可这时老头的狗子发现了他们 俩人赶紧躲到二楼的房间 阿伟先让丽莎爬进通风管道 就在她准备跟上之时 狗子破门而入 她一记勾拳 将阿伟顶出窗外 接着老头一枪将阿伟打进一楼 这边逃亡的丽莎也被老头抓住 她挤拳下去 丽莎陷入了昏迷 等她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被老头吊了起来 老头也说出了实情 原来死去的女人是要为老头生孩子 但事已至此 只能轮到丽莎来帮她了 丽莎大声求救 可是老头并不打算停手 突然 是阿伟赶来了 阿伟给丽莎解开了捆绑 两个人赶紧跑上楼 阿伟试了几把钥匙 终于打开了门 可就在这时 老头追了上来 阿伟当场梗了 丽莎也被老头一下就撂倒了 但此时丽莎看到了警报器的开关 她赶紧捡起来 按响了警报 刺耳的警报声让老头分不清方向 丽莎趁机拿起扳手 几下几句吊老头 最后 丽莎带着百万美元逃离了这里 但没过多久 丽莎就看到了新闻 原来老头并没死 她还被报道成了 抗击劫匪的英雄 但奇怪的是 老头并没说自己丢失什么钱财 但丽莎肯定想象不到 老头之所以不说 只是怕自己借负生子 杀人埋尸的丑闻公之于众 丽莎也用两个朋友的生命 换来了一个教训 没事 千万别往陌生人家里跑 好了 我是破局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